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点火,分配器发动机转速输入电路是什么意思? 该通用的动力总乘,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所有火花点火发动机,包括但不限于某些福特、企压、马自达和梅塞德斯车辆。 曲轴位置传感器,CKP,为动力总乘控制模块或PCM提供曲轴位置或曲轴证实。 此信息通常用于发动机转速。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,CMP,为PCM提供突轮轴的准确位置,突轮轴证实或分配器证实。 每当这两个电路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电气问题时,根据制造商希望如何识别故障,PCM都会设置代码P0320。 该代码仅被视为电路故障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因制造商、点火、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类型以及传感器的电线颜色而异。 症状P0320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发动机取柄灯不亮,但无法启动失火。 犹豫、失速、动力不足。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是,发动机之间的控制电路、接地电路、断开。 点火、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和PCM在点火,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和PCM之间的电源电路中断开点火,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电源电路中对地短路点火,分配器、发动机速度传感器故障PCM可能发生故障,即不可能。 诊断和维修程序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接下来,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点火、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。 这可能是取柄传感器、突轮传感器,它可能是分配器内部的拾拨线圈、传感器,甚至可能是来自线圈的电线进入PCM,以验证点火系统是否点火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 根据车辆的不同,P0320设置的最可能原因是连接不良,点火不建议更新。 这就是为什么对您的车辆进行TSB搜索的压力不够大的原因。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,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P0320是否返回。 如果不是,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P0320代码确实返回,我们将需要测试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。 下一步将取决于您使用的传感器类型,霍尔效应或电磁传感器。 通常,您可以通过传感器发出的电线数来判断是哪一种。 如果传感器有三条线,则为霍尔效应传感器。 如果有两根电线,则将是电磁实音器式传感器。 如果是霍尔效应传感器,请断开连接至突轮轴和曲轴位置传感器的线数。 使用数字福特欧母表,DVAM,测试连接至每个传感器的5V电源电路,以确保其已通电。 红色引线连接到5V电源电路,黑色引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传感器没有5V电源电路,请修理从PCM到传感器的接线,否则可能是PCM损坏。 如果可以,请使用DVAM检查连接到每个传感器的每个信号电路上是否有5V电源,以确保它具有信号电路。 红色连接到传感器信号电路,黑色连接到接地良好。 如果传感器没有5V电源电路,请修理从PCM到传感器的接线,否则可能是PCM损坏。 如果可以,请检查并确保每个传感器的接地良好。 将测试灯连接到12V,并将测试灯的另一端接触到每个传感器的接地电路。 如果测试灯不亮,则表明电路有问题。 如果指示灯确实点亮,请摆动去往每个传感器的线数,以查看测试灯是否闪烁,表明连接间歇。 如果它是电磁传感器是传感器,我们可以检查传感器本身以查看其是否正常工作。 我们将对其进行测试。 1,电阻2,A,C电压输出3,接地短路在传感器断开的情况下,将欧姆表的两根导线连接到突轮轴,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两个端子上。 读取欧姆电阻,并将其与您的车辆规格进行比较,通常为750到2000欧姆。 在仍然处于欧姆状态时,将欧姆表的一根导线从传感器上断开,然后将其连接至车辆的良好接地。 如果您获得无线或OL以外的任何欧姆读数,则传感器内部对地短路。 切记不要用手指触摸引线的金属部分,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读数。 将DVAM的两根导线重新连接到突轮轴,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两个端子上。 将仪表设置为读取A,C电压。 在转动发动机的同时,读取DVAM上的A,C电压输出。 与您的车辆的制造商规格进行比较。 好的经验法则通常是,无VAC。 如果到目前为止所有测试均已通过,并且您继续获得P0320代码,则很可能表明点火、分配器、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发生了故障。 尽管只有在更换传感器后才能排除PCM发生故障的可能性。 在某些情况下,一旦更换传感器,就需要将其校准至PCM才能正常工作。 如果不确定,请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。 PCM必须针对车辆进行编程或校准,以便正确安装。